我一直觉得大家应该去多多了解传统文化 哇哦 好看啊 一拍盲盒派宋芝国风刘雨是认真的 老师你觉得它比较适合什么形式的 它很漂亮 宋芝会不会比较适合 可以看一看 对对 我们可以挑一下 对 来吧 专业 我可以给你做做参考 对对对 就是像这些比较华丽的 然后色彩比较丰富呢 就是我们的唐 唐对 对 然后像这边 明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老袍子吧 对韩国很有研究 哇 有你喜欢的颜色吗 我不喜欢绿色 紫色或者是蓝色 有这种温柔的淡粉色可以吗 这个颜色蛮温柔的 可以可以 我们古时候的人审美真的非常好 这些被保存下来真的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现在都能看到这么好看的服装 我们可以想想古时候人们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多么的丰富多彩 所以我一直觉得大家应该去多多了解传统文化 这套配色非常好看 主要这一套衣服你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它好吗 它锤感很好 就是一般古装剧都选择锤感比较好的衣服 会拍出来很有质感 会比欧根纱拍出来质感好很多 可以了吗 期待 好看啊 好适合你 真的很适合你 我连你这个包都很配 对 天呐 但我觉得 你还可以来一个装发 装发吗 对 你觉得呢 可以 配是在这边是吗 可以 那我们挑一下首饰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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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这儿 对 你的头发是不是得换一个发型的感觉 要换吗 这个好好看 这个放在你的衣服旁边就配得不行 这样 好看 好 再来一个选择 那就 这个 虽然它有一点点绿色 但它的色系和你的衣服真的 因为你这个上面 可以 这个也有一点 这绿色也可以的 对 选这两个 谢谢 期待你的造型 我也不喜欢你套衣服 哇 好好看 好 谢谢 可以 可以 很适合你 可以 谢谢 很适合你的衣服 美美美 特别美 你们看一下这像不像王仁昌 一点没冤 四条出来的张力说王仁昌像魔鬼鱼 一拍盲盒派送之鱼素第一人 你们下午在这干嘛呢 看鱼 绕圈圈 你跟那个魔鬼鱼长得好像 什么 就是你刚刚那个反应 你知道吗 给你找一下 你不用找 我拍了 我拍了 对就那一只 你再拍一个自拍 用我们三星的手机 拍个自拍你就可以 我的三星手机在哪里 在这儿 你拍个自拍 然后跟那个魔鬼鱼搭在一起 我就说绝了 我不要 我马上发微博 at一下你 我不要 然后说王仁昌像不像你 真的我像吗 我一会儿试试看 不是就是你刚刚那个反应 我捕捉到了一秒 好 对 来表演一个 你就是嘴角往上提一下就行了 你们看一下这像不像王仁昌 一点没冤 四条出来了 张力说王仁昌像魔鬼鱼 你不是这个 谢谢 你看来了 哥们 转过来 尝尝 你看像不像 真的很像 你不说不觉得 一说真的很像 我可以给你换表情包了 真的 因为都是那种笑起来嘴 咧得很大的 就是那种幽默帅气的鱼 行了别糟蹦了 可以了 很Q啊 你不知道吗 不是 就是这个魔鬼鱼 划过劲的时候 我连美人鱼都不看了 黯然失色 你就知道 没错吧 谢谢你 我真是 顺球我都快了 你别客气了 快 坐姐姐腿上 哇 你好重啊 朋友 哦 这是不高兴了吗 一拍盲盒 派送之喵喵喵喵 今天天气很不错 适合发呆 伸展 晒太阳 有猫哎 有猫不过敏吧 我不过敏 可以帮我拿一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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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什么呀 他好萌啊 哥哥 哥哥姐姐好 我叫朵朵 朵朵 朵朵 所以他石箱很厉害是不是 闻相识吗 应该是吧 啥都没我的猫条味道香 那是他的女儿啊 嗯 他叫什么呀 他叫朵朵 朵朵 朵朵 就是西的那个 朵朵 朵朵 快 坐姐姐腿上 哇 你好重啊 朋友 哦 这是不高兴了吗 姐姐放开我 我害羞 你去玩吧 我来看看哥哥姐姐 我又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 什么 他叫朵朵 朵起来的朵 朵朵 朵朵呢 你见过最浪漫的人在这儿 调的都是什么味道 胖朵 我认为最浪漫的味道 就是我猫条的味道 其实他一点也不怕人 他从小挡在店里 他很喜欢人 他几岁了 他现在应该是八岁 哇 老员工啊 是的 我可是镇店之宝 我 这不就沿岸身上的味道吗 是吗 真的 我觉得你鼻子很灵 我吗 嗯 我还是挺喜欢香水的 一拍盲盒派送之大型真香现场 好 蔚蓝 你或像你的人 这不就沿岸身上的味道吗 是吗 真的 我觉得你鼻子很灵 我吗 嗯 我还是挺喜欢香水的 我没看到这个 是我最喜欢的香水 你可以调一个类似的 有什么有意思的恋人在这边 有求婚的吗 有啊 真的吗 有 有一个英国来的男孩子 就是给一个女孩子 老师那边还有什么呀 这边可以制作那个香薰蜡烛 香薰蜡烛啊 对 我之前在录一个节目的时候 你说的是浪姐吗 对 录浪姐的时候 然后那个真秀妍特别浪漫 他就说 他最后走的时候 他就给我们每个人一个蜡烛 然后我就说你什么时候会回来 然后他就说这个蜡烛点完的时候 他就会回来 然后当天晚上我就点那个蜡烛 一直点到第二天早上 我就给他拍了个照片 我说蜡烛点完了 你快回来吧 所以我觉得香蜡是很浪漫的 是 做东西 我想给真秀妍做一个小蜡烛 嗯 有没有特别形状的那个 嗯 就是放在杯子里面 杯蜡 嗯 我的谜题只有你了解开 婚姻大事 情乐儿戏 你十点钟方向最美的风景 到底是什么 啊 试镜小篇投票排名第一名 获得一次特殊的奖励 我们这次是一个叫 彌补遗憾感写心中的一男品 彌补一下楼瑶的遗憾 剧本就是知否知否 苍蓝菊 如果还有 下一季你们会推赞什么同学来 来